经常看电王的人都知道 只要拥有列车的通跳 以及一位附身的一魔神 就可以获得变身的能力 倘若腰带的使用等级 或者通跳的等级不一样 骑士的战力也会不尽相同 比如电王变身的圣役形态 经过上次的战斗过后 很快钓鱼牢抢先一步 抢夺到大楼内的珠宝 等到加藤来到高处 桃子立马附身梁太郎 一拳把加藤打飞树女 随后桃子变身圣剑形态 并摆出以往熟悉的动作 然而紧紧激战几回合 刚刚手持珠宝的桃子 却发现珠宝落入敌手 而这都是桃子的失误 眼看珠宝已经到手 一魔神把珠宝扔给加藤 并进入七年前的时间线 而桃子没有丝毫察觉 才会导致列车被劫持 并且正在同一时间 牙王一脚踢向梁太郎 导致梁太郎即缺失 与此同时列车上的四傻 纷纷遭到牙王的囚禁 唯独龙太幸免于难 因为牙王曾告诉龙太 已会有好玩的事情发生 根据车长的一番解释 现在劫持列车的桃 乃是抢夺时间列车的集团 然而即使是陷入困境 桃子依旧想要返航 不料屏障释放的电路 波及到钓鱼老和熊躬 好在桃子想到办法 利用未射屏障的一侧 直接让梁傻将气踹出 此时咖啡厅内的爱里 找到消失许久的相册 爱里表示在七年以前 因为父母去世的缘故 梁太郎经常看父母的照片 却导致照片消失不见 所以他经常来咖啡厅 试图离父母更近一点 然而命运是如此凑巧 来到七年前的梁太郎 刚好在咖啡厅遇见自己 这时两傻火力全开 直接把桃子踹出列车 谁料有一魔神突然闯入 瞬间把桃子挤向小梁太郎 正在两人不解之际 齐格直接以高贵的姿态 直接让两人怀疑人生 原来在上次返回之际 由于齐格穿越到十年前 因此才会在如今的时代 随后齐格立马下令 让旁边的人进行服侍 但桃子相当不爽地言辞 让齐格想起十一号仆人 眼看两人打得正凶 叶奈通过拍打的方式 瞬间打出梁傻的躯体 通过对于一魔神的反应 已经证实梁太郎的失忆 但得知实情的小梁太郎 开始向往于时间的旅行 这时又斗找到叶奈 又斗表示眼下的情况 就是先追击电王列车 齐格见状附身梁太郎 暂时接管梁太郎的身体 而桃子迫于事实的无奈 只好附身于小梁太郎 并表示与神之路线对应 已经制造出神之列车 不过由于没有人驾驭 神之列车已经封印 眼下如果要强行进入 就只有冒险闯入神之路线 正在又斗成功之际 此时毫不在意的牙王 认为桃子无法形成威胁 随即向车长严肃地说道 现在要进入神之路线 希望车长交出万能通跳 虽然车长并不愿意 接着牙王将其插入列车 准备返回数千万年前 然而正在同一时间 来到搬列后方的牙王 刚好发现前方的右斗 于是他通过列车的火力 精准向右斗远程射击 很快随着火力的输出 右斗被打落到另一时空 并且来到江湖时代 不料牙王也紧随其后 试图扫除所有的阻碍 而右斗直言牙王不干事 一旦干就干得惊天动地 致使牙王遭受到污辱 使用万能通跳进行变身 面对已经变身的右斗 牙王挥动手中的武器 在仅仅数个回合之内 便打得右斗火花四箭 随后牙王一脚火焰重踢 直接把右斗踹飞树米 接着牙王使用通跳 以电王列车的火力 把灵斑裂和右斗本人 瞬间轰飞到错乱的时空 等到众人恢复清醒 众人来到恐龙的时代 并且出于记忆的中断 桃子竟然能恢复成尸体